嗨大家好 嗨大家好 相信很多家長跟我一樣 在2020年因為新冠病毒 小朋友必須在家裡自學 那像小熊維蒂 他之前在何家人已經學過一年半的美語班 所以他的這個注音符號是有一點基礎 所以我們又再花大概一個半月的時間 加強他的注音符號 那用的教材就像這樣子 這個啵啵啵啵隨手寫或是國字筆順 這兩個教材的好處就是說 他基本上就是一個白板的概念 所以你寫上去你可以擦掉 一直不斷的重複 讓他們重複練習 那學完這些呢 本來是要讓他去學國字 可是後來我們發現 他才午睡 你讓他開始練習國字 其實對他來說意義不大 那注音符號還是一個重點 所以比如說他媽媽還特別用字卡的方式 每一個注音符號都用這個字卡的方式寫下來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安安安安 他就 安安安安 還特別寫 小叮噹噹 小叮噹 小叮噹 記憶方法就是小叮噹噹 安安安 安安安安 讓他增加記憶 可是事實上小孩子對這種重複重複的東西 他會 他會厭倦 他會學習能力就會降低 那再過來或許你用注音符號是讓他讀童書 可是我們覺得童書的效果應該沒這麼好 所以後來我們就突然想到我們可以讓他學 唐詩三百首 唐詩三百首 唐詩三百首的好處 但不要這一本 不是一定要這一本 唐詩三百首裡面有注音符號就好了 重點是他可以念注音符號 練習注音符號 又可以面堂詩 這是一個背誦 那對小孩子來說 確實他不懂意思 你叫他背誦幹嘛 我們小時候都是這樣過來的 可是有人會覺得這個是不好的 可是我個人還是覺得這個背誦是有用的 比如說 我們在過程中有學過幾首詩 是我小時候不會 我不會的詩 應該說我不會的詩 那對小熊來說 他記憶力比我好 他一下就把它記得 可是雖然我懂得詩意 就詩的意思 可是我記不得這首詩怎麼背 所以說 現在的對他來說 記憶力好像可以這樣背下來 以後再慢慢去了解這個意思 是很好 其實基本上呢 唐詩呢 在那個年代呢 大概有上萬首的唐詩 可是我們一般來講 是說唐詩三百首 其實這個都是每一個這個編鑽 每一個編鑽的人 他自己來選這個詩 所以有時候有很有名的詩 不見得在你的版本裡面會有 大概是這樣 在這邊還可以分享一個概念 就是說如果各位要做這件事情 要有個心理準備 第一個就是 你不要強迫和背 你不要用那個方式強迫和背 也不要用胸的方式 也不要用胸的方式 就是要不斷地重複唸給他聽 所以你要有心理準備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有耐心 唸一首詩 你要陪他唸唸一首詩 另外呢還有很多輔助的工具 比如說網路上 摩摩麵堂詩 摩摩麵堂詩 摩摩唱堂詩 就是說還有一個什麼 樂樂課堂 或是說還有 什麼那個好笑的 樂樂課堂 好笑的就是樂樂課堂 詩日課堂名字 稍微高一點年紀 他就可以自己去看 他講的東西會比較深一點點 就讓你更 他就會用比較詭諧的方式 來介紹這首唐詩 讓你記憶比較深刻 甚至像什麼才智未來心 他們都用唱的方式 那對小朋友來說 這個就可以吸引了 是不是 用嘟拉鼓詩 嘟拉鼓詩 就是摩摩唐詩也是一樣 摩摩唱的方式 他們都用唱的 雖然唱的不怎麼樣 可是 有時候對小孩子來說 還不錯 好以上就是我們分享 小孩子學完注意符號之後 還可以利用什麼樣的教材 來繼續學習 那我和小熊也會繼續製作一些 小熊念堂詩 給你家寶貝 這這些影片或是數學的影片 數學不要 我們不要講數學 數學我們 數學爸爸也很爛你 你也很爛 這樣人家會被人家笑 哈哈哈哈 我會數學 你會數學 I the earth 好吧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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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